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明镜历史台的对彭沙利先生的系列访问 一不小心了我们已经谈到了37还是38集了 真是辛苦你老人家了 你好 何平学你好 观众们好 大家好 跟你做节目最大的一个好吃就是很亲生 那么我们可能会讲出一些事实 可能讲出一些名字 回头网友还跟我们补上 不得我们自己发现也可以修正它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之所以受欢迎或者有一些争议 就是我们没有装水枕 没有装大师 也没有确定的一个意识形态来决定我们谈什么 我们就这样两个老朋友在院子里面一边烧烤一边拉着啤酒 这个聊天 对 我喜欢这种的 我那个说实在的 这个我只是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 你不能说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了 现在说小学三年级那就是当国家领导人了 哎呦 妈呀 你这我小学三年级的吗 就是我这个我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你知道吧 后来就上一上上不上的都没有什么正式的那种什么毕业那种的文凭都没有 我就是反正就毕了又毕了 然后就毕业了 然后就又当兵 然后就上大学呢 也是这因为刚才我上大学以后呢 就出国了 所以也没有毕业 然后呢 到了国外以后呢 哎不错考试了也上了硕士了 得还没毕业 还他最后的那个三个credit呢 哎找着工作了 那个时代要知道我们那个时代能找着工作呢 那先紧工作吧 那其他都上一边吧 以后再说 所以正经八本了 我就到小学三年级 其他都是后来混的 哎呀你小学三年级不错啊 老是跟我上课 上一次上课上的网上批之 那我就傻傻傻在下面听 因为我也不会书法呀 我们只学会了毛泽东的那种书法 任意发挥 那么但是你上次讲了这个书法以后 我都觉得讲的太长了 太长了以后怎么说得了呢 结果呢 你还没讲完 还臭长臭长 那王熙之呢是这样 就是我刚刚上次讲的呢 我们那个三个月的课程呢 就相当于 就是王熙之自己说的 三个月你就能够成为这种小说法家了 就是你东西可以了 那么我呢 现在把它编成的就是三个月呢 相当于本科毕业 还有博士 我要给你讲没有没了的 我想的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对这可能没关系 但是我现在呢 我这个班啊 现在好几个地方都要求我给他们讲课 但是这说实在的 我呢 当然我这把年纪确实 我能够得到这个王熙之家传秘籍的人 还真是不多 我这人呢 你别看我就这么混呢 我认识的都是那个顶尖顶尖的那些人 然后传给我都是顶尖顶尖的东西 武功都是顶尖的人传我的 然后呢 但是我学的不灵 然后书法呢 又是顶尖的人 像那个骁牢啊 是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气功啊 他都指点过我 那个还有李伯伯呀 都都 李苦传都指点过我 可是呢 我又不好好学 然后呢 最精彩的就是我现在准备开一个 这个期货操盘的这个赚钱的这个学习班 这个让爸爸真的能赚钱 因为我这个是就是期货世界最顶尖顶的两个大师 叫的我 哎呀 运气的我说我的运气走就这么好 但是但是我又不想做期货操盘手 但是全都赚钱 那我想呢 我还是本着这个 对吧 哎呀 谁愿意去赚钱 谁去赚 我教你们你们去赚 但是 不过我们本节目不做任何的妈妈纪念 因为你亏了找我麻烦 你这么请不给我 所以呢 那就别讲那课了 对对对 我觉得跟你做节目我都不知道做多少题 比如说我最感兴趣的吴走光的故事 你就可以跟我讲上十几 对 我最诊敬的 吴欣峰侠女士 你至少可以跟我讲十几吧 那下没有开始了 开始了 还没开始了 我们今天你这把书法没有讲完的部分讲完 但是不要讲得太长了好不好 讲一点 讲一个讲几个 就讲一个最比较关键的东西 上级呢 已经讲到了王羲之的这个八大逼法 今天呢 我们就想讲一讲的王羲之呢 他有一个非常的独创 而且这个独创很有意思 还不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 是外国人发现的 而且还给起了个名字 是个德国人汉学家发现的 他起了个名字叫凉白书法 量就是那个数量的量 白就是白色的白 叫亮白书法 这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书法呀 以往的书法呢 都是叫线条形的图画 就是因为中国的书法带有图画性质 带有绘画那种感觉的性质 就是图画 我们管它叫图画 那么中国的这个书法呢 基本上都是线条了这个图画 可是呢 在王羲之的书法里边 突然出现了一种 被现代人所说的 我们今天说是现代派绘画 现代绘画 那么现代绘画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色块 用色块组成的图画 就是现代绘画的重要的一个抽象绘画 抽象画的 现代绘画的重要的一个标志 可是呢 一千多年前 这个王羲之呢 在他的书法里边呢 除了线条的这个图画以外呢 他也有色块绘画的内容在里边 也就是说 是色块的这个书法 用色块来拼的图画 那么我们可以呢 让一些小编呢 放一下这个两白书法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这个被 宝贝的被 是吧 那宝贝的被呢 中间有两横 对吧 可是呢 两白书法呢 他就不写那两横 他写出两个三角形来 但是呢 你绝对认为这是个被子 绝对认为那是两个横 其实那不是两个横 他是用色块 就是用黑色的色块 和白色的色块 用两个色调的对比 把它组成了一个字 所以呢 这个手创呢 是王羲之的最早的手创 他用色块的对比比较 这个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研究王羲之 所以呢 我的这个甲骨文书法 和甲骨文绘画呢 很多很多都运用了这种 色块的这种表现力 所以呢 他比较接近西方 为什么我的画在西方 卖的特别好呢 很多人买 就是画了就卖 画了就卖 是吧 然后呢 就是因为 我是把中国的这些 甲骨文的字呢 变成了一些色块 把它拼出来的 所以很符合那个西方人的 这个背口 那么带有这种的抽象的 和现代绘画的 这种的意念 那么这个的话呢 最早的话呢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我是在这个 因为我查了在历史上呢 这种色块的字 中国字呢 很少 简直就看不到多少个字 非常非常少 后来我呢 他发现呢 谁呢 我的老大哥 范增 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啊 他就研究了王羲之 就研究了用这种色块的方法 因为他是会画的嘛 所以他的书法里边 带有色块的这种的概念 而且呢 他在早期时候呢 我断定他早期时候呢 他曾经想把他所有的书法 都变成这种色块的这种的书法 因为用色块来拼字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汉字呢 等于你必须得重新设计一个字 也就是这个汉字 你每一个字都得重新设计设计一遍 等于你创造了新的汉字了 当于是 所以这个相当难 那么范增确实有个别的书法作品呢 每就是每一个字都是色块组成的 真的有 但是后来发现了大量的东西呢 没了 我发现什么呢 他放弃了色块艺术的书法 他放弃这个了 那所以我呢就想 既然他放弃了 干脆我接过来吧 我把它完成吧 对不对 我就试图完成的 结果 你才怎么着 你讲谁块的 那个两个字是颜色的谁 是吧 色块就是颜色的色 色块组成的 OK 就是黑白两个不同的颜色色块组成字 组成的 而不是用线条来组成字 是用色块来 就是黑的和白的一交叉 那那那字形就出来了 就是其实其实就是一种图画 图一种颜色的色 他为什么叫两白 他其实就是黑白 因为那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色 没有色彩色 就是用黑白这种两个不同的颜色 白呢就是纸了 然后黑呢就是墨 用黑白的这种的两个对比的这个色块来组成的字 这就是王羲之最早的 那么后来呢 我我把它彩色的 就是在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甲骨文书画里面 就不光是黑白了 而且是有彩色的色块给它组成了 那么这从哪来 刚才我就讲是 我是研究了这个 这个我的老大哥 半征的书法 后来他 他刚才讲了 他后来放弃了 我又拿下来了 后来我 哎呀 我又写了不少个字 但是呢发现不行 太难了 因为每个字都得设计 像我这样不用工的学生 这这这这 算了 就是玩玩 结果玩不成 我说算了 我不搞这样 所以呢 我呢就也把在这个 就是把我的字里面 一部分 一部分弄色块 然后其他呢 该线条还是线条 我咱们捞了实 咱们玩不转这东西 水平咱们没达到 这这这这这几水平呢 所以呢 也失败了 当然说不定将来有一天 那某个人能够把汉字 真的变成色块艺术的字 那那也不错 那就挺好的 所以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的就是 就是良白这个东西呢 是也是后来啊 这个在王羲之后 王羲之之后呢 有一个大书法家 他叫这个欧阳巡 嗯 欧阳巡 欧阳巡呢 在他的书法结构里边 也有四个主要的结构 就是一个呢 就是就是结 一个呢就是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良白 第四个呢 就是联读 连就是连字 就是字和字连起来 这种叫连字 就四种的结构形式 主要 他的主要的形式呢 是这种四个 四个主要形式 但这是就是初级的 那顶级的呢 那那那那那那 还有了 顶级他有这个 比如说叫错位 啊 这个 这种这个叫什么弦呢 叫叫就 这个这个这个 相欠 错位 相欠 两白 啊 这些都是都是这个 呃 书法的 结构的内容 这个呢 在我来讲呢 就算是 应该算是硕士级的 内容了啊 啊 这个本科级呢 主要是单笔画 和基本的 基本笔法 和基本的这个方法 到了硕士级呢 就到了刚才我们讲的 就就结构问题了 刚才刚才咱们说的 两白呢 这种色块拼出来字 那就是结构啊 主要结构 就比较高级的 到博士级的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你真的 创出来两白书法了 你创出自己的风格 只要用别的 对各种的东西 来收进来 创造出自己的书法了 那你的博士就业了 如果你要是 创不出来自己书法 你博士永远不说 永远避不了业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概念 大概去 今天的我们的书法呢 就暂时讲到这里 如果有兴趣 你们也可以将来 看我的有些课程 讲那个 王岐之家传笔法的课程 那今天的 黄二代的故事 又准备讲到哪里呢 黄二代的故事呢 我们呢 讲讲这个 这个有意思故事 就是这个 讲讲斯诺 讲到斯诺啊 我是 刘伟知道一点点嘛 对吧 一个美国青年 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有没有毕业的 忘了 好像没有毕业吧 就不与万里 到中国下晃悠 一晃悠就 欢迎到了 见了一批中国领导人 结果呢 就是他一直成名 对吧 最典型的 最著名的 就是一本书 叫《红星照样的中国》 对 这个呢 就是后来我们呢 叫 也有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 叫《西行漫迹》 那是因为 开始这本书 在英国出版 后来在美国出版 非常畅销 中共一看 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个小 小孩还没写出 这么畅销的书 但是中国人 大部分不看英文 所以他们就翻译成中文 因为在上海出版 为了回避国民党的 避免国民党的追查 就改了一个理由的名字 《西行漫迹》 以为到西部啊 哪个地方就理由一下 要不然你如果 你要说《红星》呢 那马上 国民党就给你限制了 你就没法发表这个东西了 这个确实是 在当时来讲 是一个历史时期的 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名字听起来 《西行漫迹》 好像现在更加著名 比《红星照耀》的中国呢 它少了一些政治色彩 但是多了一种内涵 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人呢 只知道《西行漫迹》 很少有人知道 《红星照耀》中国 这个名字很少了 大部分像年轻人 都是知道《西行漫迹》这个词 然后那个《红星照耀》 基本上就不怎么 不太怎么提了 另外一个后来出版的 都是以《西行漫迹》 这个名字来出版出 《红星照耀》中国这个版本 还是老版本 然后新的版本的 都不用这个词了 讲起来啊 其实很惨的 这么一个 这个著名的记者 他不仅是在美国 曾经被联邦调查过问过 这还好 这还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是 美国生活会太贵了 写书就已经活不下来 所以他后来跑到浴室 跑到浴室 在浴室住起来 其实浴室当时的物件 没有现在这么贵 其实现在瑞士的费用 比美国还贵了 那个瑞士现在 有点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感觉了 我在那边去 大概是十多年以前嘛 去这个日内网 去发行有一个越南餐馆 16欧元 以往越南混 把我当场这个扔掉了 16欧元是多少 20多块美金当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法拉圣 或者是其他的中国城 吃一个越南粉 在美国是6块多钱 美金 我们真的是跑到日内网 有一点点 乡下人进城的味道 不过呢 他们在瑞士住了一段时间 除了这个叫谁啊 他是斯洛吧 是1972年 周恩来访问中国的 那个刑期去世的 他就是他那个 他这个就是那个 他后来还去了一趟中国 那就是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毛泽东呢 要展开这个对美国的外交 然后就把 因为他是美国人嘛 所以把他拉回去 那还是找到当时的黄华 黄华这个当时是这个驻法大使 就找到他了 结果他就特别高兴 到你要知道他到中国 那就是上帝的大鱼 那就是皇帝的大鱼 那简直可了不得 那么刚才你说那个特别特别对 就是他这个记者啊 在美国啊 由于他这个各方原因 这个生活太贵了 他们他们有的时候 确实是承担不起来 在这个美国呢 这种情况呢 我还知道一个人 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就是原来的美国驻华大使 也是曾经做过 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校长 这个 那个司徒雷登 最近吧 司徒雷登 毛泽东的著名的文章 这篇文章一说完了 司徒雷登再回不了中国了 惨到了 其实呢 司徒雷登呢 给中国呢 真的做了很多很多考试 培养了好多的学生 那么 他呢 你知道他的晚年呢 他没有钱了 美国 也不养人 他就跟中国不养 中国你要是一个部长 或者你要做个大使 那你就是 你再不怎么着 也得给你养到死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外交部啊 有一个叫 叫这个大使 大楼 对吧 基本上都是副部级一大堆 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大使 都是副部级嘛 大使做了几年就退下来了 你说现在身体又有健康 你说多少副部长 那些副部长 全部是中国的 养起来啊 而且中国的领导干部 退下来 对于职位提高 不会降低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跟那个美国 跟中国确实体质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发现了 你比如刚才 那么说司徒雷登 这么著名的一个人物 而且在历史上 他有这么有名气 这么一个人物 你知道最后他 他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最后住在谁的房子里呢 住在他的秘书 这个 他叫什么呢 那个那个那个 他的秘书叫什么呢 什么 傅京波 住在傅京波家 傅京波呢 是一个家里非常 满清时代 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家 他们俩很有钱 很有钱 所以他一辈子 没有挣过工资 他给这个谁啊 做了一辈子秘书 一辈子没有领过钱 还这么有钱 在美国还有房子 然后呢 他等于买了一栋房子 这种房子呢 就是专门给这个司徒雷登住 最后司徒雷登 最后就死在这种房子里 对 讲到这个司徒的话 司徒的夫人 是2018年 没有去世多久 他晚宜最有名的 就是他谴责 六四天安门事件 而且还跑到北京去见了 这个丁老师他们 六四的一些这个难手 就是日浪者家属 所以这个司徒的这个故事啊 还是在中国这个社区里面 中国的这个世界里面 活了大概一百年 不过现在好像是星星半季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跑过来谈一谈了啊 哈哈哈哈 星星半季呢是这样 星星半季里边呢 有几张 特别有一张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很有名气啊 这张照片呢 里边呢 其中有我父亲 有我父亲 这个是什么呢 他这张照片啊 是这个一大堆的这个红军呢 在唱歌 在唱歌 那唱歌呢 有一个就是唱歌都是大家站着那 插着腰的红军那样啊 站在那山坡上的唱歌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背的 唯一的有一个人呢 没有你看不见脸的 背对着镜头 哎 身上背着一把伞 在那指挥大家唱歌的 就唱歌指挥的 哎 这个人呢 哎 对对对 就是这就是这张照片 你看有一个背对的 看见没有 有一个背对的那个 背一个伞的那个人 哦 那个人 就是我父亲 嗯 就是我父亲 我还 唱歌的这些人是谁 你还记得吗 唱歌的这个人 哎哟 这些人可了不得了 他们呢 你要知道 在这个 在这个谁啊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叫什么 这个 这个 呃 在这个里面写了啊 1936年 彭家人在陕北 呃 瓦瑶堡 红军大学 第一期 第一科 学习的时候 身被雨伞 跨包 在指挥唱歌 哈哈 有这么个解释 是吧 有这么个解释 呃 什么回事呢 这个 我觉得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吧 哎 看得更清楚一点 哎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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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张照片啊 我小学七八岁 就看到这样照片了 嗯 你看到吗 下面写的你爸爸的名字 还写还有我爸名字呢 对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北京的第二实验小学呢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你也知道是一个 非常的高级的学校 现在全都是 过去都是大官的孩子 什么呢 比如说旗子 邓小平的 通通在这学校里 我当时也在里边 当时主要是 王光美的重点学校 王光美重点学校 就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你当时几个同学 能不能报几个名字 再报几个名字 哪几个同学 像你比如说 那个刘婷婷 刘老崎的 刘婷婷是不是去世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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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了 对 刘婷婷在美国待过了 对不对 他他哈克毕业的 刘婷婷哈克毕业的 对 他嫁给了 原来嫁给了 那个肖 肖和平 就是肖三的儿子 肖和平也是我们需要 还有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 你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薛蛮子你知道吗 水蛮子是神人 但是他在中国落成一个什么 第一投资人物还是比较吃惊的 那个叫的那个天使基金天使投资的那个 那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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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他们的圈子的人 水蛮子我们当然是非常熟了 水蛮子是 他是这个他的养父吧 还是他的国父 是北京市的老副市长 对吧 他自己的父亲也是统战部副部长薛子正 他父亲也是的 他父亲就是 写子正就是他的养父 薛子正是他的父亲 是他父亲 是吧 统战部 统战部的副部长 薛子正 这个呢 他是从小就跟我要好 他也是我们第二次元小学的 这个后来成了这个投资人 然后最后又成了著名的那个叫什么 花家说的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我搞不懂是群群交啊还是什么 我没没没没搞懂的这事怎么回事啊 还把当时把他抓起来了 吓了我一跳 我说这怎么回事 这还还还怎么出这事了 太有意思啊 你讲的写子真啊 我写子中 中 中 对那是他的养父 养父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就以为他亲父亲了 但是好像是他的首父亲 首父还是亲伯父 哦 就是家里边没有孩子就过季的给这个 但是所以 所以大家的我以为就是他的 这个这个 那个啊 你讲 薛蛮子 还有谁 蛮子 哎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 那个 就包括这个薛蛮子的这个 原来的老婆 第一任老婆胡小平 胡小平 胡安嘛 胡安对了 对就成了著名导演了 后来成了 哎 他最开始拍的一个电影就是拍的这种知情光屁股游泳啊 啊 什么镜子 什么镜子 你讲的那个镜子 空镜子 是阳镜子 我都忘了 西洋镜 西洋镜 西洋镜那是后来的电影了 那是 他们两个人成立的一个电影公司 叫子安影片公司 结果呢 陪我这个电影两个人就分手了 拜拜了 没错 对 鬼蛮子的历史知识啊 那真是了得呀 那这这这不服不行 我跟你讲 当年啊 我们三个人 有三个人 就是我们 我们都是一起啊 自学外语的 自学外语的 当时有三个人呢 就是我们都是圈里人比较佩服的 一个呢 叫小熊 叫熊什么 我忘了 哎 这个人呢 整个的字典 就是英文字典 倒背如流 那你叫冯生平 冯生平就有这个水平 在福德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是这个薛蛮子 还有像薛蛮子 还有这胡小平啊 一张口说 你被你单词拜多少 八千 那也多少 一万 哇 英文单词拜 被八千一万 我怎么连二百 我都不也不下来 对啊 因为单词一万的话呢 相当于二十个川普 哎呀 这简直了 这个薛蛮子 他们就可以被八千 那个好像胡小平 能被拜到一万 这个小熊 他们说川普总统 大概使用的单词是五百个 我这个我我使用一百个 哈哈哈哈 你比川普还低一点 所以你没当美国总统 我是那个 我我我这我这人呢 这一生太神奇了 我这人是啊 学这个 学这个英文专业的不懂英文 嗯 英文专业一句英文不会说 然后呢 因为商科专业的硕士 商科专业的 然后商科也不好好做 然后从来没有学绘画 哎搞成绘画了 然后从来又搞成书法了 然后从来又搞过什么 什么这个这个操盘 就期货操盘 哎搞期货操盘 就 就是什么 不会就玩什么 然后什么 什么专业就不玩什么 这我这人太奇怪了 哈哈哈哈 然后咱们讲回来 还有呢 你知道这个 陈宫的儿子 陈志牙你知道吧 当然 陈志牙 他们几兄弟 啊 陈志健 陈志牙 对吧 陈志牙呢 也是我们乡 他比我 比我高一半 比高一半 高一半 那时候他对我也特别好 像的时候 嗯 那么 陈志健好像后来还没有身为中将 搞了一个少将就没有了 没早上升 这个里边 他们说 哎呀 他不愿意给钱 不愿意伸钱 就伸不上去了 这个有点 也可能有点原因 这个谁呢 这个就是 在这一批的这个孩子里边 有太多的 都是 都是我们 我们这个 实验二小同学 出了 后来出了 一大批的人才 就名人嘛 所以出了一大批的 这个这个名人很多 那么 我也在里边混 混在里边混 这个谁呢 刚才讲的呢 就是这个 呃 我们这一说 说到虚子正的 就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 就转马尔夫上 说哪去了 对对对 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 聊天嘛 也不需要那么的有主题 好不好 啊 我就讲你的同学里面 马上就讲出好 好有趣的故事了 刘丁田 啊 扯到我们的老朋友 胡啊 水蛮子 对不对 也扯到成功大将的孩子 陈之言 对 现在我们再讲回来 你讲 怎么讲到个学校了 就红军大学呢 就当时呢 这个 我 这个 这个 当时啊 那个 刚才 表话里面写的是 红军大学 啊 171科学院 什么叫红军大学 171科学院呢 就是 红军呢 到达了陕北之后 啊 到达陕北之后的话呢 就要 好好地收拢一下 把那些人呢 都 规整了一下 然后让他们这个 进行一些统一的一些训练啊 统一的培训 统一的训练 当时呢 就 呃 建立了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 呃 叫什么 中国 呃 他这个 他那个当时啊 就是 建了一个红军大学 是吧 这个红军大学呢 呢 这个最早呢 就是叫做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呃 起了这么个名字 啊 这个 这个谁呢 这个毛泽东呢 就是教育委员会的主席 啊 林彪呢 就是校长 啊 那么他当时呢 有三个科 一个科呢 就是高级指挥员的科 就是都是师级以上干部 基本上啊 那就是我爸爸他们这科 第二科呢 就是这个 专业 专业技术的科 就是这个 这个就普通的 就是这些 呃 这些 这个 比较 稍微低级一点的干部 这一科 还有一个三科呢 就是呃 比如炮兵呢 那么这些 这些专业 专业技能的这些 这些科 就有这么三个科 那我父亲呢 就在171科 这171科里边呢 38人还是39人 呦 他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科办理也太牛了 简直是 这科里边 你猜有谁啊 好 有林彪 啊 有罗仁环 啊 这个 他是 我看他这个 哎 我再仔细看一看 林彪 这个 林彪是哪一个 哪个 哪个地方是林彪啊 这个我看 在这个 里边 哎 反正我能看到 那个 我能看到这个 罗仁环 也能看到杨成谷 啊 这个 这些人都 我我我我 我当时都看见了 啊 那么呢 这个 也有我爸爸 啊 三十八个还是三十九个人啊 包括这个张爱萍啊 这个什么这个哎呦这耿彪啊 是这个反正一堆的上将 就靠来开国啊 几乎都是中将上将大将元帅 都是这个 少将有大概有一个 可能就是这个 呃 小文九 就这么一个少将啊 其他都是中将啊 那么这个 而且呢 我一看呢 全都是红一方面军 红一军团的人 没有红 甚至连红三军团的都没有 都是红一军团的 嗯 啊 所以这一批干部呢 看样的是毛泽东 精挑细选 他和这个 朱德两个 精挑细选的 哎 那么这个呢 但是在历史上 这个 他的这个传说也不一 你像这个 陈世举 他也在里面 他是上将 陈世举 他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那么他呢 他据他的回忆呢 说当时啊 这个 毛泽东呢 是教这个 战略学的 就这个班 毛泽东教战略学 林彪呢 教战役学 还有一个外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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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外国人 就是李德 就是这李德 你都知道 是吧 三人团的李德 李德呢 讲战术课 哎 这个 徐特丽呢 讲文化课 啊 然后呢 政治经济学呢 是由这个 凯峰 还有这个 吴亮平 哎 讲这个政治经济学 哎 这里边呢 徐特丽呢 专门讲这个 你要知道那时候的 文化 有文化人不多 你像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谁呀 呃 包括杨成武 他们这 这好多人 萧文就 他们都没有 都没什么文化的 都是农民上的 他们都是 就是说 有很低 比较低层的文化 有一点 哎 讲哲学是谁呢 讲哲学是谁呢 是王家祥 还有博古 讲哲学 哎 讲历史呢 是张文天 给他们 全是大官啊 哎 可是呢 我呢 根据我父亲的回忆 我父亲讲的时候呢 他说他上课是谁呢 是毛泽东给他们讲政治课 朱德呢 讲军事课 经济学课呢 是凯峰和吴亮平 这是一样的 讲哲学课呢 是王家祥和秦邦将 也就是这博古 讲历史课呢 是张文天 但是我父亲在里边呢 没有提到林彪讲课 也没有提到周恩来 给他们讲课 最神的就是 没有任何人提到 周恩来讲课的这个事情 没有 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 政治部主任 但是在这个红军大学里 他好像没有职务 我没看到他在红军大学里 有任何职务 没看到 在历史记载上 好像也没看到 那个讲课呢 我父亲也没提到 是这个 陈时局 这个也没有提到 就是这个谁 那个周恩来给他们 周恩来呀 给他们讲过课 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事 所以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周恩来这么一个 按道理他在里边呢 当然啊 从我父亲的这个回忆上面的 讲的话呢 除了毛泽东一个人 没有留过学 其他的所有的人 还有那谁也没留过学 这个徐特立没有留过学 其他所有人都留过学 都是刘洋学生 每个每个每个教授 就教他们的这个人 全都是刘洋学生 每个人都会说外语 都会说外文 这个也也在那个时代 也算够厉害了 在红军里不容易了 所以他们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班呢 还是这个当时来讲是最顶级的 这个受重视的这么一个一个 那个叫做那个班 就这个班 刚才我说了就是那张照片呢 不是是唱歌吗 主要的就是这个171科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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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的 这个高级指挥班的 这些学员在唱歌 那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这个 这个这张照片啊 在斯诺的西兴曼记里 拍出来的 放在这个西兴曼记里边 他的解释上面写的是 红军战士在唱歌 为什么要提到这张 就是他他说的是红军战士在唱歌 后来有一段时间 那个连那个连那个中央军事 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啊 北京的军事博物馆贴上面 也写的是红军战士在唱歌 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战士 那这张照片很大很大 放在军事博物馆里头 我印象还特别深 那时候小时候七八岁 我们参加军事博物馆 我看到这张照片了 然后我那时候跟同学一块 我说哎 这个你看这背伞的有没有 这背后的 这是我爸 这是我爸 还跟我同学说 我们班的同学老西子 就是温西 他说凭什么说你爸 我也没脸 我也可以说是我爸 那凭什么说是你爸 这让我们话可说了 那再后来怎么确定是你爸呢 后来怎么确定 当然首先这张照片我们家有 我们家就告诉我这是我爸 这第一 第二呢 后来在佟小鹏的回忆录里头 有这张照片 因为佟小鹏也在那张照片里头 他这张照片里头也写了很多人的名字 然后呢最后写到背对镜头的背伞的指挥我们唱歌 这人是彭加伦 在他的回忆录里头 另外呢 萧文九的回忆录里头也有 萧文九的这个 就是这个 后来他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 参谋长 他的回忆录呢 也写到这张照片 也是说这个指挥唱歌背对的镜头的 这是彭加伦 另外呢 这个谁呢 这个 伍修全也写了这个 这个也写了关于这个 还有的 刚才我们说的 佟小鹏呢 后来做的是这个 国务院秘书长 佟小鹏是国务院秘书长 他的回忆录里头 明确的 就有这个书 他除了叫什么 什么少少年 什么什么老大怀 他就出了这么一本书 回忆录 里边就有这张照片 而且呢 有这个 有这记录 所以我看到这时候 我跟那个我们班同学 那个 怎么样 这会找出了吗 你看人家书里边写着 这是我爸 这会几十年后终于给找出了 找出了 因为我们家说不行啊 对不对 你得人家说才 我们家说不算数 这事 他终于让我找出了 但是呢 你从这个问题 你就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待会再给你讲一张照片 再给你讲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一堆 有好几个四个红军 每个人呢 三个好几个人 拿着那个 那个网球拍 还有一个抱着那网球 那个网子 照着一张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呢 也在这个斯诺的西行漫迹里头 登出来了 底下的解释呢 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也是就是红军的战士 在这个 打网球 他就是这个 他就是宏大的这个 学员在打网球 那这两张照片呢 很有意思 我现在呢 就为什么要 一定要讲到这两张照片 所以有的时候 历史还真不能完全看这历史书 有时候真不能完全就看 哎 这张照片说的很清楚了 什么什么呢 你要知道 很多人就拿这个说 哎呦 红军 相当的阳啊 阳啊 很阳气啊 你看 这红军的战士 都在打网球 你看看 都有网球拍子 都打网球 那这够阳气的 你过去都什么人才能打网球 像那个张徐良啊 这种的人才能打网球 红军 这这多妥啊 他们的人家不妥 你呀 你看打网球 看见没有 每人打一球拍子打网球 可是事实上呢 这一点呢 在肖文九的回忆录里头 和这个 和这个 冯小鹏的回忆录里头 都写了这张照片 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当时啊 是斯诺来了 斯诺来以后呢 我们呢 有那个战胜利品 就是那个打土豪分田地嘛 那打了大户了 那好多东西在那摆着 一堆一堆的 其中呢 里边呢 就有这个网球拍 那时候他我们也都年轻 可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网球 谁打过网球 战士那时候 没打过网球 也没见过网球拍 这谁呢 是斯诺 把这个网球拍给我们 让我们每人拿一个 拿着拿着 然后站在那照照相 哗一照照 斯诺就像这红军战士 打网球 其实呢 他说我们谁也不会打网球 我们也没打过网球 就是您拿一拍子 站在照照相而已 你说这历史差距有多大 所以我就说 有些书你还真不能完全相信 连斯诺这个书 你看这里边 你看这误差有多大 对吧 根本就不会打网球 从来没没没没打过网球的 一人拿一拍子 就告诉我这就打网球了 红军在打网球 这与事实 完完全全不符 还有一个呢 就我爸爸他们这张照片呢 也是这个 在历史上争论不休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照片 就是红军战士在唱歌 这个呢也是这个 在这个 这个 西行漫纪里边的一张 非常非常著名的照片 其实呢 这些人都不是红军战士 全是大官 都是师以上级的干部 是吧 兵团级的干部 你想想像那个 像罗仁环 林彪 这都是 这 这这这这当时都是 都是很高的职务了 是吧 那一那就是红衣军团的军团长啊 已经这么高的职务 还有谭政啊 大将 这都是大将啊 啊 这个 都都这 都是这样一批 都是这样一批人 里边当然还有两个 那个外国人 一个是 叫这个 武庭 一个叫河水 好像是 一个叫武庭 还有一个叫什么 洪水 洪水 一个是朝鲜 武庭是朝鲜 洪水呢 洪水是 洪水是那个越南 嗯 后来他们都 回国当那个 什么有的当那个炮兵司令了 有的当什么 什么副 什么董 董 董司令 副司令什么 都是当 大将啊 武庭是大将 大将啊 我最近访问这个 赵卫啊 赵卫啊 赵卫是原来在中国政要书记 去研究室工作 在中南海里面工作 所以他的历史啊 他在北大学的历史 所以他 对历史的很多的细节 他也是长过很多 他说武庭后来 回到这个朝鲜之后啊 跟这个金志诚 关系不是闹得那么不好吗 那后来在后院啊 要养病的时候 回到回到了中国的养病 结果在医院里面一枪 把一个啊 一个医护人家给打死了 这个当年他回早期的时候 他要回那个当时那个谁啊 那金志诚讲的回上回 那还是我父亲跟那边联系 当然我父亲处得这方面的工作 在东北 对对对对 你父亲是否在 是不是敌工啊 敌工和联络 敌工部和联络部 联络部呢 就是跟这个 各党派各国啊 什么这些的 那个苏联啊 还有这个 金志诚啊 就在他们就是联络 其实敌工部这个事情吧 就是因为很多人 没有在战争里的走过 如果你经过了 这个国共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敌工部的部长的 这个权力之大呀 是超乎想象的 不是像现在的敌工部长 当时的敌工部长呢 是这个杨立三 我父亲是敌工部长 但是呢 说实在的 我父亲现在去世 如果我父亲不去世的话呢 大家对这个 当时东北啊 有一直有一个谜 就是魏力皇是个谜 现在各种 那么如果我父亲在的话呢 我会问他 一定会告诉我魏力皇 到底是不是这个 被中共那个收买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 当时这个魏力皇 就被这个中共收买了 但是又没什么证据 我父亲当时是 在这方面工作的 所以如果他在世的话 他一定会说 可能是啊 或者不是他一定会告诉我的 但现在 我们说都没办法来证实 对 赵魏的魏总副 就是山东军区的敌工部长 但是那个时候 山东军区不是 中共建政以后的 山东军区 那个省级军区 是大军区 在40年代 抗日战争 4号死的 那个时候的敌工部长 那个时候的敌工部长 三年军区的敌工部长 是司机干部 那个时候 那边是归这个 陈毅和这个 罗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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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那搞得不太好 搭下来了 跟那边 当地人也搭下来了 这样怎么办 罗仁寒管 那个 苏玉 苏玉也在那 他们都是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这张 这张照片 首先一个呢 这个 照片的本身的注解呢 就跟实际情况不同 它注解是说的是 红军战士在唱歌 实际上全都是红军高级将领 而且是红军大学的学员 高级将领在唱歌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对这张照片是谁照的 曾经有些争议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啊 很多的这个伯伯呀什么的 都说 这张照片呢 是这个斯诺找的 斯诺 我倒是记得他 拍过一张最有名的照片 就是毛泽东的 这个 那个叫几角帽 五角帽还是八角帽 五角帽 我不知道我们的编导 能不能找到 斯诺拍的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 还是把毛泽东 拍出了一种英俊 有点那个 有点那意思的感觉 感觉 但是你可以看 刚才看的就是我父亲 他们这帮人 都是高级将领 师级干部 你看穿的那破破烂烂的 那简直 土的简直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人插着腰子那 大唱 唱歌 我还记得 我父亲跟我讲 那时候 他当时唱什么歌 唱的是叫 飞机来了 不要怕 唱这首歌 这首歌 我不要怕怎么办 飞机来了 你不要怕 你就变成了毛银了 飞机来了 看当时这个 就是那谁 后来等标 就跟我说了一段故事 说到那个当时啊 你爸只会不唱 飞机来了 不要吧 飞机来了 不要吧 刚让他突然有声 飞机来了 四溜 我爸第一个 抓到那草丛里了 瘦得比谁都快 我爸有名的飞毛银 就是他练过 他练过那个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叫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飞墙 飞岸走壁 我爸练过 这个我爸说过 他跟我讲过 真的飞岸走壁吗 所谓的飞岸走壁 就是什么 就是你比如很高的墙 他啪啪啪 你这上去了 然后或者是呢 他借助于树啊 或者借助什么东西 啪啪啪 也要上去 敌事这个里面啊 人们误会了 飞岸走壁是一种技巧 当你掌握了 这种技巧以后 你是可以 飞岸走壁的 比如说 这个墙很高 对吧 你的个子没有墙那么高 那你怎么能 爬上这个墙呢 怎么能爬上这个墙 飞岸走壁的 有一个技巧 很简单 你先要用一只脚的旗盖 挺至某一个墙的部位 然后你这可能呢 让你无形中间提高了身高一样的 以那个位找了一点 你啪就爬过去了 当然也得练 对对对 我这是听别人家说的 那个谁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说像那个 刚才耿标说 他就说你爸爸是练过飞岸走壁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飞岸走壁呢 也是一种功夫 反正你得练 但是呢也不是说难道就别人做不到的 那不是 你要好好练 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是做不到的 对 而且会员走壁也不要误会了 以为是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台机动作 不是那个东西 对不是 对对对 那个特技的词真飞 那这可不是真飞 实际上借力打力 是一种 现在咱们有这个了 有叫什么跑 有叫什么跑什么 就你记得吗 有一个词 现在有这个专业了 就是玩这个 这个玩这个 世界有这个 有这个组织 叫跑 跑什么 有个词 那个我这个词 小孩从哪儿看 你知道吗 在那个中国有一个什么 中国新相亲呢 还是什么 新相亲大会 反正有这么一个相亲节目里头 有一个孩子 就是专门专业的 就是跑步专业 然后他搞 顶级的 顶级这种专业 他特别厉害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边陡壁 他特别厉害 而且很多人 他开学校 很多人跟他学 这个呢就是 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这些 这个历史上的 这些这个故事呢 有一些 是可信的 有一些 甚至于有些书上的东西呢 都不是那么非常准确 所以这些东西 我呢就专讲这些不准确的 要已经准确 咱还讲的干嘛呀 对不对 咱们讲的 这点不准 我告诉你啊 这不是红军战士唱歌 这是一帮红军将军 当时已经都师级 师级的就是都将军了 都已经是将军 都是将军 在那儿呢 判不干 你别看穿的图 那边一个个 那土八路 那那确实像个战士 那帽子弄弄弄弄弄弄 这样的 那破衣拉撒的 就很很很那 人家都是师级干部 这只不过他没有穿着那个 那国民党那么那么高级的 那将校尼 那靴子没有 那个东西 但是都是高级干部 还有刚才我说那个 打网球那个 你别看 一人拿一网球拍 从来不会 从来没打过 也从来根本 以前连网球拍都没见过 第一次 都是装的 都是装的 那四座给他们 给他们摆的 摆好了以后 别动了 好 看头 看啊 像 夸一照 红军战士在打网球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回事 这都是人家亲口告诉我的 这就不会有错 这个对不对 所以这 就是确实有的时候 书上东西也 现在有好多东西 我最怕就是 搬那个四点 搬什么东西 来跟你争扎 其实这些东西 有好多东西 都不是真的 对吧 那就是你做这个节目啊 对我们来讲 特别有价值 就是你经常会 讲出一些 我们以为 确定是这个事情 你帮我们提供了 另外一个历史的背景 对 我告诉你 就是上次 你记得我们上 有一期讲到 这个周恩来喝酒 不醉 你还记得吗 对啊 我今天给你们讲了一小段 周恩来喝酒醉的故事 周恩来喝酒 是从来不醉的 确实没人讲过 可是我爸就跟我说过 我爸说 他见过周恩来喝酒醉 什么时候呢 这个说起来挺有意思 我爸在长征的过程当中 他们打到了遵义 这个长征啊 途中打到了遵义了 哎呀 遵义有酒喝呀 那酒是随便喝 那茅材 现在茅材多少钱一瓶 反正很贵吧 五六百七八百美金一瓶吧 反正在中国好几千 我知道 相当贵的一瓶博台 那个时候免费随便喝 爱喝多少喝多少 来吧随便喝 那时候那个伤病员都拿那个涂抹 那些伤都拿那个消炎 那那个 哎 这天呀 我爸不是他是找宣传人 他就是那个采访吗 那天刚好他就他就是呃 那个在这个 那个时候都围着这个这个 要开遵义会议嘛 所以那遵义会已经开 已经在已经在开了 哎 他呢 就就这个这个到那去采访 那天呢 突然啊 他看见那个谁了 这个周恩来了 周恩来在那大哭 哎呦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哎 因为我爸爸原来是周恩来的部下 就是早期的时候啊 呃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是我爸爸 是周恩来在上海 那个他不是那是中央吗 那时候啊 中央在上海 我爸去中央 因为他们那个人都被杀了 他跑了 跑到中央 找到中央 找到中央以后呢 周恩来的就派他 打入敌人的军营 就是国民党军营 然后去搞暴动 哎 后来他暴动了二百五十名 出来了 这里边后来 好 就是最后到解放以后啊 就是就活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全都是中将 少将 全都是中央的人 没有地域这个了 这五个人 就活了五 二百五十人就活了五个人 哎 这个当时呢 这个因为我爸爸 二百五十人 活了五个人 搞什么暴灾啊 暴动 他是那个 就是他是 他们 就是他是这个 这些人啊 都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部队 我爸爸呢 打入这国民党部队呢 到里边呢 有因为有关系 到里边呢 做那个文术 在里边去做文术 然后做文术呢 他就在里边发展 发展共产党 最后呢 被暴动了 就是这个 他们战场暴动 就这个 这个 实际上不止二百五十人 就是说 就是说 他直接的 就当时就直接暴动了 后边还陆陆续 还要来 那这个二百五十个人呢 后来就编入了 中国共同红军 第二十二军 那时候呢 就是 就是 陈毅是军长 那么我父亲 当时就是 红二十二军 四纵的总指挥 也就是政委兼市长 就是 纵队当时就是 师一级干部 那么后来 我父亲又是 红二十二军的军秘书长 那么 他这个部队呢 就在 一共当时这个 红二十二军呢 有四个总队 也就是四个师 其他的三个师呢 都是杂牌 就是没有正规军 都是农民 大部分都是农民 我父亲这个呢 是真正的有 歪巴子机枪啊 也就 都是 都是熟练的 这个 真正的 这个当兵的 就是国民党兵 所以他们是 他们是比较 相当于 最最最专业的 最专业的 民事组队 那么 由于我父亲呢 他那时候 大概就是二几年 那给他派进去 那么 这个谁呢 这个我父亲 由于他跟这个 这个这个 周恩来的关系 你记得后来 后来我父亲 还做过这个 政务院 任命他做的 政务院秘书长 那也是周恩来同意的 后来这个是 就是因为 高傲事件已发生 得 他这个政务院秘书长 也吹灯拉撒了 周恩来也不提他说话了 拉倒了 这事就 那 这个谁呢 这个周恩来呢 跟我父亲 有这层关系的 我父亲就赶紧 怎么回事啊 哭的 这好 还喝呢 阿伦 加伦 加伦 我爸叫加伦 喝 喝 我爸说 你叫别喝了 你醉成这样 你怎么还喝 哎呦还哭 哎呦 怎么回事 怎么怎么喝酒 还哭啊 醉了 一边醉 一边还喝还哭 哎 后来 我父亲就 当时就问了王家祥 王家祥 怎么回事啊 因为王家祥 当时是那个 政务 他是 他做过政治主任 所以他也是我爸的上级 怎么回事啊 王家祥 跟我爸说 他呀 找老毛去了 问老毛 下边啊 该怎么办 老毛不说话 老毛不说话 不跟他说 急着 他急着 急着要命 急着跳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三人团呀 这个当时是 旅打旅败 就整个全都完了 全军都完了 最后就等于是 就把这三人团给推翻了 推翻了以后呢 可是军委最高的职务呢 还是这个周恩来 周恩来他是当时是 这个负责军事的最高长官 毛泽东呢 当时呢 他只是 这个列席 他没有 他没有指挥权 他只有 发言权 没有指挥权 那么这后来又打 打土城啊 什么的 这个又又又 第一仗又又打了 又失利 指挥上呢 有些问题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毛泽东呢 就跟周恩来说了 周恩来就问他 下边该怎么办 毛泽东就说呢 我不说 为什么不说呀 因为我说了也没用 为什么用 他说因为现在呢 这土城这战役 就是很明显 是吧 你要知道 我没有指挥权 我光这么说了以后 到战场上 战场上是千变万化的 突然有变化 那么就要改 可是改 我又没这个权力 改 都得通过你们 你们又不在那 是吧 那我怎么办 没人听我的 谁都不听啊 谁听我的 没人听我的 我指挥谁 谁都不听我的 是吧 所以当时呢 这个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毛泽东就跟周恩来 也最后说出来了 当时周恩来急的呀 因为毛泽东不说 他真的那帮人 毛泽东一不说 怎么打 他真的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这不是闹着玩的 对不对 后来呢 周恩来呢 终于同意 跟毛泽东说 行 指挥先交给你 毛泽东说 你交给我指挥先 我指挥不动 那我也没用啊 周恩来说 这样好了 你要指挥不动 人事 我负责 你要指挥 谁不听你的 我就命令他们 必须得听你的 必须听你的 就是人事方面 谁搞不定 我来出面 都由我来负责 然后你就指挥 就行了 这意思就是 军事指挥 你就别再指着我了 因为军事指挥最高权力 是周恩来 是周恩来 知道吗 这后来毛泽东才同意 才有开会 有讲话了 就这一段时间 毛泽东不讲话 就憋周恩来 周恩来急的 急死了 喝得明顶大醉 大哭一场 这个呢 就是我爸亲眼看见的 周恩来是真急了 真着急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边 你要知道 他和李德指挥的 这个香江战役 死了八万人 天哪 都要跟他讲 枪毙你们俩 你怎么指挥的 这个香江之战 其中一个语音 就是大精英财博 太多 大家都 什么谁 什么都不肯扔 都不肯丢 所以你就造成 那个民工啊 你要知道 又是一批 没有受过顺利的人 造成真心混乱 然后前面踩 后边后边踩 打 反正乱成一锅粥了 最后就 最后让人家 那当然这个 他们的这个走呢 那个也被人 国民党判断对了 人家判断就正好成 早早就在等着了 这个你想 人家都在等好了 你往上冲纳 你不是找死吗 这确实是当时 所以 所以这个谁呢 这个 作为周恩来来讲 也担不起这责任了 实在是担不起 死了这么多人 大家 当时都疯了 都集体要造反 就差动枪 就差兵变了 那时候 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程度了 非常严重 所以周恩来呢 一看 毛泽东 而且后来毛泽东指挥几次 真的指挥都不错 就是 但是毛泽东 他不是指挥啊 他只是说 然后 然后还是别人指挥 但这里边确实有些问题 就是临时出现问题了 他想改变 改变不了 没人 说开会 就这么指挥 就这么定的 你现在要改变 这改变不行 你要改变 那必须得 有上面领导 我们先来改变 这确实对毛泽东来讲 也是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临时的东西 开会是这么定的 就这方向 不能改变 对毛泽东来讲呢 确实也是一大难题 所以毛泽东就不说话了 好吧 那我就不说 你们爱怎么打 怎么打去 这一下什么 周恩来和赵姐 真慌了 后边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整儿了 你知道吧 所以当时呢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王家祥就告诉我爸 我爸就觉得 哎呀 这个作为周恩来 也是够难的 因为什么 虽然是周恩来是军人 军事出身 当那个 他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军校 当时你知道 像我爸 他们这些人都很崇拜周恩来的 因为他是黄埔军校的 谁 一说黄埔军校 那马上就是科班 你是专业的 对 这政治不举人啊 你开玩笑 这科班 但是问题 他周恩来真的 异常胜仗都没打 从来没打过 是吧 但是周恩来到死 他心里都有一个情节 什么情节呢 他认为 长征这段历史的功劳 应该是 就领导 就是领导的功劳 应该是张文天的功劳 而不是毛泽东的功劳 为什么呢 因为张文天是接替了总书记这个职务 就接替了这个谁啊 接替了这个伯谷 接替了伯谷 就是三人团伯谷 他接替了这个职务了 当时大家选他做总书记 虽然他 他推 他就是说他 签上说 我不当 我不当 就是签上 但是呢 投票 大家投票 都是他 所以呢 实际上呢 还是他是 但是他自己不承认 就是张文天自己不承认 他是谁呢 他不承认 我没同意 他们选我 但是我没同意 但是事实 大家投票是投了他 这也是事实 包括毛泽东 都是 张文天被认为是 中共党书记的历史上 最具有民主思想 对合级的一个人 我爸也这么说 我爸说 张文天非常有民主思想 就是这个人非常民主 很少 有没有发油 但是很少 而且你可以跟他商量 这都没问题 对 你上一期的节目 也强细讲了张文天的一些故事 今天一口气又讲了一个小时了 不能再讲了 都到时间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看了你老是在看时间 好像你有什么事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今天是不是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 因为我这个确实 最近那个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期货的 这个课呀 也压到我头上来了 要开课 这也是没办法 一般人想正题 不过呢 就是每个星期 我们这么闲调一下 希望是缓解你的紧张情绪 今天我觉得很缓解 太高兴了 要不然我 真的压力很大 这压力这一些事上来 这真是 给我搞的 这个压力很大 然后 一到你这开心了 没事 一点压力有没有 所以我们的网友 如果看到我们的聊天 我们的记忆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呢 请在我们的节目上面留下来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你也可以留下来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你不要想 当然 有一些人 在没得历史回忆的时候 他认为跟他已经得到了资料不一样 他就觉得 哎呀你们怎么怎么样 你们怎么怎么样 包括我 我有个大哥 也是个老红军的后代 跟我关系特好 我很尊重他 他也学问非常好 历史方面 他都很棒 结果呢 他说的这个历史呢 就是关于诸德历史呢 他非要让我说的跟他一样 我说大哥 你听的是那方 因为他们家是红三军团的 我们家 但是我爸爸呢 也在红三军团 就是跟红三军团的关系特别好 所以跟他爸爸是特别铁格 我们两家是很要好的 感情很深的 可是不能因为感情深的 我就说大哥 你看到的是这一面 我听到的是那一面 是吧 这才把所有的每一个面都说出来 大家才能看到历史的各个面 你不能说 我也得跟你一模一样 都得这么说 那那边怎么办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红三军团 红一军团 对于这个红三军团和那个 当时打这个长沙的这一仗 就是一打长沙 一打长沙表面上是赢了 但实际上后来还是输了 因为什么 因为后来人家一反包围 在刘阳这个地方差点把这红三军团全军给歼灭了 后来是红一军团给救了 那么这一段历史是吧 那么红三军团并不认为他们怎么样 但是红一军团把这一场战作为他们的高级军事将领的一个告诫 甚至于成为一个笑话 就是大家伙都会互相 打仗了 你注意点 可别犯那个打长沙的毛病 就大家都有这个 然后他就说 这你怎么证明谁说过这话 我说林邦就说过 我爸爸他们在东北说 经常说这些话 就是红一军团的人 他互相之间不忌讳说红三军团的事 但是到了红三军团的人面前 他们就不提这事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我们这 他虽然不说那红三军团干的傻事 他其实意思就是干的傻事 但是他不说就是说那毛病咱可他别犯 这事咱可不能犯这傻 就这意思 互相间经常提醒的一件事情 可是红三军团的人并不知道 人家拿他们当一个反面教材 实际上就等于是个反面教材 随便他打进去了 但人家还是把他当成另外一个面看 另外确确实实是这个从战略上来讲 战役战略上都不太合适 战术上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打了一个 打完了 如果打完了就跑 那没问题他打完了 他想把他当一个根据地 那就打错错错 就让人全面包围了 所以这种东西呢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家庭 或者不同的环境下 他有不同的说法和不同看 而且听到东西也是不同的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要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大家就来 是这样的 比较 就是一个大家都统一 好像是我跟你好 我是跟你哥们 我是你弟弟 你是我哥 你说什么我听 这不行啊 这个事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的那张照片 对了 没讲完 还得再多讲两句 就不是那个指挥唱歌那张照片呢 都传说呀 是这个斯诺拍的张照片 后来我二哥 他这个谁呀 他跟这个耿彪的秘书 耿彪亲口跟我二哥说 那张照片不是斯诺拍的 是耿彪拍的 是耿彪拍的这张红军战士 就红军这个红大学员 后来我们管他叫红大学员在唱歌 当时呢 就是在这个悉性半季里 说红军战士在唱歌 那个什么呢 是当时呢 就是这个谁呀 这个这段前面这段 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罗仁环 是罗仁环说 大家那个什么 那个老鹏啊 你指挥大家唱个歌吧 我指挥大家唱歌 我说好 指挥大家唱歌 那正好休息 他们那个 他们就是课间操嘛 课间休息了 唱歌 大家会站着 这个时候呢 耿彪呢 因为每个这些单冠 他们都有自己的喜欢 耿彪就喜欢拍照 他有一个照片机 高级的那个莱卡照片机 那时候可是高级东西 他有个莱卡照片机 宝贝这层 我爸呢是喜欢什么古董啊 喜欢那些东西 他喜欢这个 你知道吧 他呢 是用莱卡照片机 照这张照片的 而且呢 有自拍机 他当时有那个 用三脚架自拍机 啪一啪 然后大家站好 啪啪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耿彪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非常非常明确 你知道吧 那么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还是耿彪说的对 应该是耿彪牌 不是斯诺牌的 为什么很多的老红军 都说这个照片是斯诺牌呢 就是因为里边还有其他的照片 就刚才我说那个打网球那个 那就是斯诺牌的 所以都放一半 大家就统一就说 斯诺牌 但是并没有区别 实际上这两张照片是有区别的 一张是斯诺牌的 一张是这个耿彪牌的 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今天在这呢 那我也给他讲清楚这一点 今天非常感谢 我不知道我们的编导的 半日细心漫机的相关的照片 能不能在最后我们的节目后面 慢慢的展示给我们看一看 尤其是集中的两张照片 我很快要去写我们的 今天的这个记录了 刚才还记录了半天 有时候我还去查的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和兄 谢谢庞沙律先生 谢谢我们的编导 谢谢我们的观众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意 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 我们都会保存和尊重你的不同看法 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